昨天我就说过,美国在俄乌战争中,针对俄罗斯展开的一系列按战活动,有万一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俄军就立马就应验了。 据与俄空天军密切相关的社交媒体消息称,空天军在黑海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用于给乌克兰提供情报的全球鹰。 全球鹰虽然是无人机,但在价值上属于战略目标,地位和造价比现役主力战机阿弗三五战机还高,向全球鹰开火等于是俄罗斯对美军的一次正面反击。 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十分重大,俄军今天能向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援的全球鹰开火,明天未必不敢向承担同样任务的新联卫星开火。 所以如果该消息属实,这不仅意味着俄罗斯对美国的报复行动出现重大升级,更标志着美俄暗战游暗转明,两国军事力量在事实上已处于直接交战状态。 美俄既是公认的世界军事大国,又保有全球最多的核打击力量,两国交锋走向时空,所有人心中都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次世界大战,究竟离我们还有多远? 学术上对世界大战的定义,是指对立国家集团间进行的全球性战争,具备以下三点特征。 一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被卷入战争,二是各国根据自身利益互相结盟,形成国家集团间相对统一协调的战争。 三是战争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世界政治权力结构,并在战后彻底将其改写。 按照这些定义,很遗憾,我们站在这么一个关口,俄乌战争成为危险的世界大战,已成主流共识。 欧洲一众辛老强国,再加上俄美这两大传统巨头的正面对抗,使得俄乌战争越来越被世人看作。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此原地和导火索。 当然俄乌外,欧洲还有另一大火药桶,那就是科索沃问题。 一旦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矛盾走向冲突,可能演变为俄西方对抗的第二大主战场。 没有全球头号工业强国的大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 中国当然不会主动掀起战争,我们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向来鲜明,但亚洲却有三个火药桶把中国包围。 第一个自然是台海,但我们的打法变了,不再就台海沿台海冲突。 6月23日,央视在最新一期《海峡两岸》节目中明确点出,美国正在诱骗大陆对台开战,借以破坏两岸和平,迟致大陆发展。 美国根本没打算在台海跟我们正面开战,也并不打算战胜我们。 他们的根本目的是借助无人设备的便捷性和隐蔽性,将台海战争长期化,从而破坏中国经济的腾飞。 毕竟世界大乱,往往是美国牟利的前提。 央视把知识摆在台面上给观众讲,说明我们已经看破了美国的阴谋,绝不会上他们的当。 台海未来,不动则已,动就要跳出台海圈套,让美国极其敢介入的盟友也感受到切腹之痛。 第二个是朝韩,朝鲜半岛历来是东亚最不稳定的活药桶,引熙悦上台后激进的清美反朝政策,让局势长期处在紧张状态。 近几年朝鲜领导人视察军工生产部门的频率之高,且屡屡提及加紧备战的事宜。 就在昨天,朝鲜还成功进行了多弹头分离击制导命中试舍,同时罗斯福号航母也已部署着韩国辅山港,即将率领美日韩三军在靠近朝鲜的海域,举行威慑意味十足的联合训练,引发地区局势高度紧张。 舆论普遍认为,若韩国追随美国介入台海,北边南下的可能性很高。 第三个是菲律宾问题,菲律宾内战风险非常高,6月25日我们刚提到该问题的可能性,那边没过两天就打起来了。 据央视新闻27日报道,菲律宾军方在新仪式下省与叛军组织发生交火,七名叛军成员在交火中死亡,菲律宾内战风险攀升的结果只有四种。 除了第一种,其他三种都会导致菲律宾问题,构成对东南亚乃至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挑战。 中美作为区域内最大的两股战略力量,独善其身并不可能。 美国肯定会想办法让菲律宾内乱外议,扰乱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 中国也要利用这次机会,一劳永逸地拔出美国,在东盟和南海欠下钉子。 菲律宾成为第二个乌克兰或者朝鲜半岛概率极高,双方必然会迎来一场规模更大博弈方式更直接的交锋。 在东欧和东亚之外,中东局势更加山雨欲来风满楼,巴以冲突和红海危机的硝烟未尽,以色列又要掀起和真主党的全面战争,试图以身作尔拉美国人下水,帮他们解决周边安全隐患。 中国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当地时间6月25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服从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直接开对以色列,当前的中东局势岌岌可危,无法承受黎巴嫩成为另一个夹杀。 中方呼吁所有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不要把整个中东地区拖入一场更大的浩劫。 注意这段话中我方的两个措辞,第一是整个中东,第二个是更大的浩劫。 意思是中东即将有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而且概率还很大。 结盟政治是世界大战的另一大风险要素,俄乌战争是俄白星军事联盟,与北约旧军事集团的对抗。 而随着俄罗斯和朝鲜的频繁互动,东亚的结盟政治也出现端倪。 6月19日俄朝正式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 根据条约规定,当任何缔约方遭受侵略时,另一方将向其提供援助。 关于援助到哪种地步,各方众说纷纭,中俄官方说法只提到了援助,那方式就多得去了。 物资援助,但要援助都属于援助。 在实际效果上,要弱于传统上的军事同盟,即缔约任何一方遭受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武装进攻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立即尽其权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这种权力自然就包括出兵,但朝鲜方面的说法比较激进。 朝中设发布的条约第四条为,任何一方应个别国家或数国的武力入侵,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并依照朝鲜和俄罗斯联邦的法律,毫不拖延地以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 按照以上说法,如果朝鲜和韩国开战,那么俄罗斯将会帮朝鲜打韩国,因此包括韩国在内。 西方普遍认为,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第四条,属于军事同盟性质,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在美韩、美日、中朝之外,迎来了第四组同盟力量,这还只是由法律条文解释的结盟政治,非法律规定的更多。 比如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美印澳日四边奥库斯军事同盟,美日非三边军事合作,美日非澳四边安全对话。 而为了平衡俄朝军事同盟,对东欧局势的影响,欧盟还打算跟日韩建立防务合作,毫不夸张地说,结盟政治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左右东亚局势的主要力量。 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迈向世界大战的关口,人类的命运即将迎来一个充满未知恐惧的抉择时代,尽管不少人试图以和平及和平的恐怖平衡,劝说自己相信手握灭食利器的大国们会保持理智,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动荡的时代,理智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 梅德韦·杰夫曾经警告美国说,我们离严重的全球危机只有几步之遥了,能源和粮食危机,所有集体安全体系的崩溃,紧接下来就是大规模核报,听上去或许恐怖,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一战和二战爆发前,也曾爆发过几场局部战争,大部分人对每一场战争的看法,都是这时走向和平的最后一战,然而结果恰恰相反,每一场战争都在死亡螺旋中互相交织叠加,最终把全世界拉入混战的深渊,乱世需要的不只是理智,更需要底线思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